因为平时的暗用品都零零散散的 分落在了我的ins 微博和我的vlog里面 寻找起来不是很方便 今天就想给大家做个集合 给大家安利 我最近入购的 以及我非常喜欢的一些产品 以及最近的一个折扣信息 这次的夏日热卖榜单活动 折扣力度和黑五持平 六七折的产品非常多 那我现在目前的情况 就是皮肤是干皮 然后如果是考试压力大的时候 就会抱一些痘痘 加上剪视频长了 剪多了就开始有点秃 所以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 那么马上开始吧 今天要和Look Fantastic合作 给大家安利这些产品 虽然是合作视频 但产品都是我自己陆陆续续采购 都是我非常爱用的东西来给大家分享 同时Look Fantastic也是我来和来以来 经常采购美妆和护肤品的一个网站 所以我也很开心能够推荐给大家 Look Fantastic是可以全球 从英国那边只有靠谱好用 也不用担心假货 中国地区买购380人民币包邮 那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9样产品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买的这个Aquist干法帽 也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购入 那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头发会比较粗 然后每一次吹头发都会特别久 特别是我买那个戴森吹风机之前 我吹头发可能要吹个15到30分钟 如果我在吹头发之前先戴个干法帽 在那做一下自己的事情 头发会干的更快 所以我以前也买了不同的款式去试用 但若觉得不是很好用 它要么就是无法吸掉我头发上的水 或者因为包住了 反而让头发根本无法干掉 于是我半年前左右就狠心了 买了一个特别贵的 这个是传说中的贵妇干法帽 它是这种很轻的一个透气材料 是一种超细纤维的黑科技材料 吸水的速度就会很快 然后同时又能够让里面的水分散发出来 所以使用效果真的非常好 它下面这里比较长 所以长发也是完全能够包住的 然后再把它扣到头上之后 包在头上的size刚刚好 然后5到10分钟头发就会干了很多 效果真的很好 它会减少你头发之间的摩擦 从而减少损伤 就是幸福感加一 第二个这个是Christophe Robin的玫瑰法尼 第一次看到它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 一言难尽 但是一打开之后就会发现 哇这个玫瑰味也太香了 每次我洗头的时候 闻到这个玫瑰的味道 我都会觉得非常快乐 试用之后呢 我发现这款是磨砂膏质地的 加水后会截出小泡 虽然会有一些颗粒感 但是使用体验真的很棒 上头之后呢也不会觉得玫瑰味很重 它是那种很高级的自然的香味 洗完头之后呢会觉得头皮非常清爽 而且头发的蓬松程度也会好很多 我就不会全都塌下来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还是头发相关的 就是Glow Gorgeous的发膜 以及它的精华 那精华我用的比较多 因为我同时要兼顾学业和做饰品 有时候忙起来呢 就是会熬夜 因此发际线真的是要和我绝交了 觉得自己快要凸得勤口一 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勤口二 大家真的千万不要熬夜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杜绝熬夜这个习惯 现在都在认真的用Glow Gorgeous的精华 和它的发膜 就是真的能够看得到 肉眼可见 这里头发会长出一些小小的小猫 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每日20滴 大概我就会抽这么多 然后滴在手心里 然后再在头皮上按摩个五分钟 让它渗入发根里面 这款呢是有普通版和加强版的 我自己用的就是加强版 普通版会更水润清爽一点 加强版就是咖喱质地粘稠一点 这个是我使用过防涂法的精华 效果最好的 我要去洗手了 万一待会长出手毛怎么办 长出手毛怎么办 现在呢要说到下一个产品 就是卸妆膏 这个卸妆膏是Pharmacy的Green Clean 我自己做了一个可以插这个小勺子的东西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因为以前我都是用那种普通的卸妆水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皮肤本来就是干而且很很薄 所以每次摩擦的时候觉得卸妆后皮肤都很白干白干的 用这个就是完全不会 它这款的膏体很软糯啊 它这个有点像冰淇淋的质感 然后又有很清淡的一个薄荷的香味 就使用起来非常舒服 所以大家看我购买了这么大的一瓶 这款卸妆膏就是在卸妆的过程中呢 不会使劲摩擦 它会让你的妆慢慢融 整体的卸妆就是非常温和又很有效 真的好喜欢啊 接下来这个是Emma Hardy的神奇辣母卸妆膏 这个也是我最近购乳的 然后现在它和这个Pharmacy的卸妆膏 都在我心目中排名并列第一 Pharmacy这个卸妆膏呢 就是有一种清清凉凉的那种感觉 就像像夏天在沙滩上吹个雪糕那种感觉 而Emma Hardy这一款就是完全 好级高滑SPA的感觉 我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就完全被它的味道迷住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肯定不简单 超级无敌好闻 就是让人非常放松 好像自身在一个SPA里的那种感觉 它含有辣木子油提取物 然后能够很深层的清洁毛孔 用完之后会觉得皮肤更细腻 有光泽度 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很懒的那种 我觉得卸妆就挺麻烦的 就一天下来都不会特别期待 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两款产品之后 每天忙完卸妆 也可以是一种享受 我还要夸一下它这个附送的小面筋 一开始我还在想 OK为什么卸妆膏要给我一个面筋呢 是吧 但它这个手感是挺不错的 所以我当时就试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 太好用了吧 加一下热水在上面 然后敷在脸上的时候 就会觉得SPA一样的感觉 整个人非常放松 超喜欢 非常安丽 我现在无论用哪一个卸妆刮 我都会用这个卸妆精 接下来就是Elemis的 这个Pro Collagen Advanced Eye Treatment 中文是胶原高效眼部精华 这个也是我最近购入的 使用体验非常好 它这个眼部精华吸收的非常快 它这个质地是半透明的粘稠感 每次使用后呢 都会觉得我的眼部这里很紧直 是一个非常适合初步抗劳的一个产品 接下来就是这个菲洛家的十全大补面膜 这个也是我看网上超火入的 它这款主打有50多种活性成分 可以去黄啊 去暗沉啊 还有提亮肤色 它的整体使用体验很不错 而且这种就是它本身是比较固体一点的 比起那种 敷上去的一片片的面膜呢 它在脸上会更加稳固 所以我就是能够做更多的其他的事情 就是比如有时候我在敷面膜的时候 我可以剪视频啊 或者看看书 那这样一片片的那种可能会掉到书上 但是这个就不会 它就是能够很稳固的在脸上 我在下面还写了 这个敷起来是要敷多久 是15到30分钟的 现在是倒数第二个了 这个是Ultra Sun的Face 30 SPF防晒 这个是我在荷兰本地能够买到的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一个防晒 这个已经是我第三年用它了 它这款防晒不油也没有负担 就性价比很高也没有什么缺点的一款 涂完之后就是很好的那种没什么存在感 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Nuface的这个Mini和Face 这是微电流美容仪比较出名的一个美国品牌 它就是把酵涂到脸之后 这样滑动10分钟后就可以去水肿 以及提拉皮肤 有时候心情不好 然后第二天眼睛就会很肿嘛 大家都懂的 但是你又要见人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倾向于用这个产品 然后稍微去一下这些水肿 至少我觉得还是能够缓解 第二个就是我去拍照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皮肤状态不好拍视频的时候 也会用一下 就是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拉效果 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精神一倍 那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安利的一些 我最近入购的非常喜欢的一些产品 那毕竟每个人的皮肤和喜好有一点不一样 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喜欢 但是这个是我用了比较久的 或者我新购乳一直在用的一些东西 就是真心的推荐给大家的 我觉得偶尔要和学习不一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视频吧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大家记得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 你最被种草的是哪一款 那新来的话记得点个关注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